講到二戰期間的義大利 大家普遍想到是各種搞笑謎因 像是二戰的義大利都投降了 但仍有不少同盟國沒發現義大利有參戰 或是1943年盟軍登陸義大利本土 迎戰的卻是德軍 那義大利真的是豬隊友嗎? 今天我們就要好好的說明白 首先關於吃方面 對義大利人來說沒有什麼比吃更重要了 所以當各國研發出各種先進的武器 義大利人發明了冷凍乾燥的保存食物法 讓各國為之震驚 到了午餐時間義大利人會停止戰鬥 或是義大利麵吃完了 就會失落地躲到戰線後方 義大利還從全世界購入了3000萬噸的紅茶 在敵軍繳獲的物資中 紅酒比彈藥的數量還要多呢 可見義大利人對飲食多麼挑剔 不只義大利人吃得好 就連俘虜吃得也不錯 當演外英國飛官被義大利人抓獲後 當天晚上他的晚餐是義大利麵與肉排 連水果和紅酒都有 英國飛官以為來日無多時 結果第二天早上 一位義大利軍官前來道歉 說這個是給士兵階級吃的 因為我方看守弄錯了階級 而在北非戰場 德軍收到義大利軍隊的球員 當德軍趕到時 發現義大利人正在用寶貴的水煮義大利麵 軍備方面 據說義大利人是跟同盟國宣戰後 才開始想作戰計劃 開戰後 義大利人有一次找不到合適的地方存放炸藥 便想教堂應該不會受到敵軍攻擊 所以把100噸以上的炸藥 存放在市中心的聖拉雜羅教堂 結果教堂尖塔被雷劈中 整個城市因為大爆炸陷入火害 甚至義大利的戰力敵落到連拿弓箭的胡黑都打不贏 現代化的歐洲國家竟然打蘇伊索比亞 1940年6月30日 義大利的利比亞總督巴爾夫元帥 被義大利人自己的高射砲擊落 義大利進攻希臘時 義大利的士兵十分害怕 因為希臘軍中據說有芬蘭士兵 芬蘭士兵在蘇芬戰爭的蕭勇散戰 把義大利人給嚇哭了 莫索里尼知道此事後 於是要求芬蘭從希臘撤軍 芬蘭調查後回覆 整個希臘軍中只有三名芬蘭士兵與三名軍官 且都是志願軍 莫索里尼十分憤怒地回覆芬蘭 我就指這些人啦 1943年9月 在義大利的本土作戰中 蒙軍在探頭沒有遇到任何抵抗 最強的抵抗是當地動物園逃跑出來的美洲堡 也要上了兩名美國士兵 義大利軍中流傳著一句話 我們睡著了對方也一定睡著了 然後就被英軍也洗了 在南斯拉夫 德國軍官驚訝地問當地鄉民 你們哪來的反戰車炮 當地遊擊隊鄉民回答道 從義大利人手上繳獲的 而在北非戰場 二宿民均以一萬名義大利軍作戰 結果創下了俘虜8000名義大利人的紀錄 西西地島戰役時 美軍投放砲彈傳單 只有撿到傳單的義大利人 最後可以拿著傳單投降 不但有水有食物 並保障人身安全 隔天一大群義大利人拿著傳單跑來投降 並詢問傳單說的是真的嗎 獲得肯定答案後 王后日子越來越多義大利士兵 拿了傳單跟美軍投降 不過幾天之後 兩名義大利士兵帶了傳單來投降外 還告訴美軍 他們臉上還有60多人想來投降 但沒有傳單所以不敢來 於是美軍馬上給了他們更多的傳單 要他們把人全部帶來 也有一次還有一位義大利士兵 專程過來要求再給他一份傳單 以便讓他的弟弟引人來投降 1943年 盟軍打到義大利家門口時 迎戰的竟然是德軍 當時義大利才加入軸心國 軸心國就哭著跟他們道歉 且到了戰爭後期 沒發現義大利參戰的同盟國也不少 義大利在清末看清朝這麼弱 也想搶佔浙江的三門灣 但還沒來得及靠岸 就被清朝加入戰爭後重建的弱小海軍 木頭船給嚇跑了 清政府以前是遇到列強救鬼 沒想到還有一個比他更弱的 清朝本人也很意外 法國聯軍中義大利也湊了熱鬧 陸軍隨便派了80幾人 橫向也是留學生湊人數的 1940年6月 德國裝甲洪流吞噬法國 義大利趁亂偷襲法國南方 但30萬義大利軍 竟然被18萬法國人擊退 最後還是德軍出來收拾殘局 1940年10月 義大利21個師入侵希臘 結果被希臘13個師反擊到阿爾巴尼亞 且在此之前希臘與德國關係良好 而保持中立 但此戰後希臘跑到同盟國陣營 德國對此身表遺憾 一個月後 希特勒決定辭源莫索里尼 隔年4月德軍入侵希臘 僅花了4天就佔領雅殿希臘投降 但德國也因此推遲了法巴羅薩計劃 讓希特勒進攻蘇聯時 已經拖到6月 以上就有解錄網路上 常見的義大利二戰笑話 但仔細想想,這都是真的嗎? 我們撇除一些很若智的謠言 來看看義大利真的有如此白痴嗎? 先說重點 義大利確實在二戰戰力不足 很多事情也是真的 不過我說過了 九個句真話配句假話 就是高明的謊言 這個謠言就是這樣傳開的 首先來看看食物 義大利的確是一個美食國度 但不代表軍隊可以吃得很好 冷凍乾燥的保存食物方法 在19世紀末就已經出現 不用等到義大利人發明 且在前線戰鬥 幾乎都是吃罐頭與口糧 不會大費周章的開火煮飯 更別說義大利麵了 且以罐頭來看 義大利的罐頭應該是歐洲各國中最差的 在北非的德國士兵經常表示 義大利的午餐肉罐頭跟屎一樣 被德軍細成為莫索妮的屁股 消費3000萬噸的紅茶也是天方夜壇 據統計目前世界茶葉總生產量 也只不過約350萬公噸 3000萬噸是要怎麼喝啦 說義大利加入走心國 走心國就哭了 這就過分的點 1936年德國與義大利成立走心通風時 兩國還在西班牙內戰鬧得歡呢 義大利人把炸藥藏在教堂的蠢勢也假的 這件事情我用英文的關鍵字查查都沒查到 這應該是戰官以待 歷史上確實有在教堂藏藏藏爆炸的事情 而且是義大利人 不過是在1769年 當時威尼斯與法國 曾多次爭奪意大利北部的波雷西亞 波雷西亞的教堂就被威尼斯人當作儲存活藥的地方 8月18日這一天雷雨腳架 移到閃電擊中了教堂 二十文棒的炸藥瞬間爆炸 導致三千人死亡 並摧毀了大部分的市區 威尼斯人之所以這麼蠢 傳說是因為當時的人們認為 教堂的終身可以防止雷擊 而實際上 當時的教堂是當地為數不多的空間 且又大又堅固 能比較好的保存容易受討的黑火藥 且類似的蠢事在1856年 希臘羅德島又發生了一次 兇手則是土耳其人 這次爆炸造成了四千人死亡 義大利打輸伊索比亞也是真真假假 歷史上義大利共有兩次入侵伊索比亞 第一次是1894年到1896年 第二次是1935年到1936年 第一次義大利真的是個菜雞 被伊索比亞玩爆 但伊索比亞也沒落到都拿弓箭啦 這是你想像的伊索比亞人 而實際上伊索比亞的中央軍長那個樣子 當時的伊索比亞皇帝 哈耶爾薩拉西一世頗有遠見 進行了現代化的改革 有一個現代化的軍隊 有一般的士兵裝備火槍 再說他認為自己是白人後裔 是猶太人所羅門王而直系 屬於高家所人種 面對義大利這種二流的歐洲國家 完全沒在怕的啦 但1935年的第二次入侵 就是義大利勝利了 伊索比亞全軍被佔領 直到1941年才被英軍功復 義大利助利比亞總督巴爾博元帥 被自己人的高速炮打下來 這件事情是真的 被有軍物擊稱為Fendi Fire 居統計有2%到20%的傷亡 都來自有軍物擊 整個二戰中被自己人擊殺 也不是什麼少見的事情 在珍珠港事件中 美軍也打下了好幾架自己人的飛機 或是德國的U艇王牌指揮官或富剛女資 在德國投降後5天 也在海軍軍官學校遭到自家警衛射殺 在1943年盟軍登入義大利時 義大利已經投降 盟軍遭遇的對手是駐一德軍 不可能沒有任何抵抗 八國聯軍中的義大利中國遠征軍 共有1882人 人數並不少 但義大利確實在1899年 想強出浙江三門灣但沒有成功 義大利確實蠻搞笑的 不過說重建中的北洋艦隊四目可傳 就會清朝黑過頭了 假如戰爭被打爆後 清朝也是有認真重建北洋艦隊的 在三門灣事件之前 就有兩艘英國製的巡洋艦 還祈禱海天號下水不易 北洋艦隊沒有那麼弱啦 謠言說義大利人總是暴隊投降 既已嘲笑義大利的戰鬥力 但其實到了1943年 義大利人早就不想打仗了 大批大批的投降也是很正常的 不過義大利在希臘北非正常被打到虧不成軍 最後都可以出動德軍擦屁股也是事實 總結來說義大利在二戰確實扯德國後腿 那為什麼義大利戰力如此弱呢? 這其實牽扯到幾百年來的文化歷史 我們會從義大利統一成縮起 我們下次見掰掰 哈囉大家好,又到我們影片後面的歷史小教室時間 我們來延續上一集的問題 什麼叫做因二條約 上一集有說到 一戰的前奏就是歐洲分裂為兩大陣營 就是英國、法國與俄國的三國協約 還有德國、澳雄與義大利的三國同盟 那你可以理解法國跟俄國同盟是為了對抗德國 因為俄國很窮,需要錢所以跟法國借了很多錢 法國被孤立也需要找一個盟友 所以法國跟俄國同盟是可以理解的 但英國與俄國同盟是很難讓人理解的 為什麼呢? 因為看過我前面克什米爾的影片就知道 英國與俄國在1850-1900這50年間 英俄兩國從遠東到中亞地區都在爭奪領土 草得不可開交 怎麼可能同盟呢? 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接下來講解這一段 遠東方面來說 英國本來就在中國瓜泛很多領土 那俄國在遠東勢力也很強 跟英國劍拔、奴章 但英國在歐洲本土離遠東實在太遠了 有點鞭長莫及 因此他在1902年 找了剛剛擊敗清朝的日本 與日本締結了英日同盟 想利用日本牽制遠東地區的俄國與德國 日本上上下下簡直是中樂透一樣樂歪了 等於是加入豪門 因為英國那時候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能與英國同盟實在是求之不得 兩年後1904年日俄戰爭 英國也幫了日本的忙 而且是暗中幫助 不是說明目張膽的 像是一開戰 俄國的太平洋艦隊就被日本的鎖在呂順港裡面 俄國緊急從歐洲調派的波羅底海艦隊 來亞洲幫忙 但波羅底海艦隊從歐洲到亞洲需要7個月 終究會經過非洲、印度、大西洋、東南亞這些國家 這些國家都是英國殖民地 英國不予補給 所以俄國就遇上很麻煩 加上沿岸的英國港口都會把情砲傳給日本 讓日本有充裕的時間來準備與波羅底海艦隊大幹一場 那時候埃及的蘇伊斯運河已經開通了 波羅底海艦隊更不可能抽這條捷徑 因為蘇伊斯運河在英國掌控之中 那你說因為法俄條約法國跟俄國同盟 那法國為什麼不敢幫助俄國呢? 由法國幫助日本根本打不贏俄國 因為日本與英國同盟 如果法國幫助日本就代表跟英國作對 所以法國是不敢幫忙 加上如果他幫忙的話 也怕基諾與俄國敵對的德國 那德國和奧兄帝國還有一代又是盟友 這樣幫下去沒完沒了 很怕世界大戰提早爆發 所以這個英日同盟幫了日本不少人忙 那遠東講完我們講中亞 中亞就是波斯、阿富汗、新疆還有西藏等地區 這些地方離俄羅斯其實蠻近的啦 俄羅斯從中亞那個地方南下 就可以佔領這些地方 但是從中亞下來就是英屬印度 英屬印度是英國金基姆 他很怕俄國威脅到英屬印度 在歷史上只要有任何人敢無威脅到英屬印度 都會被英國人給痛咒 德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俄國在1850年左右就與英國人展開了碰撞 這就是大博弈 後來雙方有個默契就是把阿富汗當成緩衝國 阿富汗也是後來的帝國、墳場 俄國、英國還有美國都在阿富汗吃了虧 這個以後我們來好好聊一下 結果英二兩國在中亞的大博弈 吵得不可開叫的時候 跑出一個成咬軍叫做德國 德國在1870年統一之後 國力非常的強盛 也開始對外擴張 中東的俄圖曼還有波斯 也就是伊朗和德國都非常的好 那波斯跟俄圖曼離印度也都蠻近的 英國就有點緊張 那為了維持歐洲的軍事 跟壓制德國的俄勢力 英國開始思考要找一個盟友 另一方面 俄國也為日俄戰爭被日本痛咒一番 國力衰退 也開始想說我們應該打破英國 好好跟英國談判才是上策 所以就有了1907年的英俄條約 也稱為英俄諒解 就是雙方可以體諒對方的難處 坐下來好好談判一下 所謂以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最後英俄條約就促使了三國協約的成立 其實幕後的推手就是德國 以上就是簡單的講 英俄條約還有三國協約背後的故事 那就補充到這邊 那我們就來進一段好書介紹時間 今天介紹的是建卓誕生是一本漫畫 來導播鏡頭放大 這本建卓誕生是大田出版的 這本好在哪裡呢?其實我蠻喜歡的 為什麼? 因為是漫畫的形式啊 我最喜歡看漫畫了 尤其是這種知識漫畫 這本建卓誕生 介紹了歷史上15位傳奇的建卓大師 近代你想得到有名的建卓大師的故事生平 還有他的建卓特色 都寫在這裡面 這個作者是韓國人畫的 那我們就來講講裡面的第一個人 建卓大師高地的故事 高地是19世紀最偉大的建卓師之一 他小時候就很喜歡觀察自然 像是花、鳥、風、水 並把大自然的事物當成建卓的靈感 融入到自己的創作之中 所以你只要去巴塞隆納 或是書上看到高地的建卓 都可以發現高地建卓的特色就是曲線 他的建築很少有直角、零零腳腳的東西 他覺得曲線才是上帝給人類最好的禮物 而且他的建築都會搭配周遭自然的景觀 讓建築融為一體 不會覺得很突兀 像是台灣很多民宿你知道嗎 建築蓋得很漂亮 但是和周遭地景就不搭啊 你看那個宜蘭的那個民宿 蓋了歐洲別墅城堡 結果樹立在那個田園之間超突兀的 但是高地畢竟是建築大師 他會把建築跟周遭的景物融為一體 像是這本所提到的 高地的初出茅庐之作 其實施展路燈 那時候巴塞隆納政府舉辦了路燈設計大賽 高地設計的六個燈泡路燈 最後榮獲大獎入選了 只是後來六個燈泡很浪費物力還有人力 而且非常的昂貴 最後巴塞隆納政府只允許建造兩盞路燈 不過這兩盞路燈也讓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他那個路燈的上面是一個什麼 賀米斯頭盔 是希臘賀米斯頭盔 那路燈設計的非常好看 與周遭那個皇家廣場的椰子樹融為一體 你現在到巴塞隆納的皇家廣場 還可以看到這兩盞路燈 是高地的初出茅庐之作 高地設計完這兩盞路燈之後呢 他的建築才華逐漸被人們所看到 那巴塞隆納那時候就是西班牙非常有錢的城市 巴塞隆納的土豪紛紛找高地來蓋房子 相當高地的第一座建築 文森之家 因為業主是專門賣磁磚的 所以文森之家沒有什麼預算上線 磁磚是用自己的 他在那個文森之家貼了很多磁磚 文森之家也是高地初期的作品 比較零零腳腳 他到後面中期之後 高地的作品就變得比較有曲線有生命力的感覺 還有米拉之家 米拉之家看上去就像是一個白色的大理石建築 像一個採石場一樣 像是一個粗獷的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建築 不過就因為這個像曲線般很柔和的線條 讓人有一種很獨特的視覺效果 所以變得非常有名非常的美觀 後面還設計了奎爾宮 奎爾宮是巴塞隆納的大土豪奎爾 委託高地設計的 因為奎爾是大土豪 所以預算無上限 高地最喜歡接預算無上限的案子 所以奎爾宮被打造得非常豪華 高地認為奎爾就是巴塞隆納的宙斯 所以奎爾宮就是奎爾的家 融入了希臘神話的建築要素 也是蓋得非常豪華 非常華麗 以上他這些建築都被列為世界遺產 可說是一個很大的榮耀 因為高地非常有名 所以很多土豪都爭先恐龍找高地蓋房子 那這段期間高地也蓋了非常多私人的公寓和別墅 不過高地是一名虔誠的教徒 他最後把畢生經歷來蓋他最偉大的聖家堂 但聖家堂蓋到一半 高地就因為車禍去世了 所以聖家堂並沒有完工 到現在聖家堂已經蓋了一百三十幾年了 還在蓋 預計很像二零二六年才會完工 好啦 就介紹到這一邊 這一本建築的戰生漫畫版 非常精緻而且全彩的 讓你從漫畫了解十五位偉大建築師的一生 以及他的建築風格 一抽五本送給大家 我們公布在YouTuber的社群 那這樣子囉 掰掰